你这辈子有没有吃过 没有经过烘焙的面包 跟委员报告 现在面包我越来越少吃 因为它淀粉比较高 糖分会增加 主委可别以为不常吃面包 则没事 因为立委突然这样问 都是经济部惹得过 经济部说北部某连锁 烘焙坊因每月用电700度以下 一天平均只增加两块钱 但随即被炮轰 逼得台电出面还家 那是没有烘焙设备的门事 要是有烤箱等设备调长后 每个月相差上万块 不过经济部似乎不认自己有错 最新图卡另强调 若采时间电价 每天可省570元 省的比涨得多 你现在拿来是骗人民吗 你没有把上游 你这个风培房 如果是一个百货公司的门事 你去上游跟中央厨房埋 不用用过风口吗 你是行政院的物价 督导小组的成员 不过对于纯动的物价 国发会人坚持有咒骨道名声 主要涨的的确是出口型 现在业绩很好 外销的这些产业 那外销的产业来讲 它的价格会反映在出口上面 比较不会反映在国内 令台电也搬出三万资料 只跟国际比 近年电价的累积涨幅 比起南韩 英国 法国 德国等国家 无论是工业用电 还是民生用电相对低 还有CPI也显示 我国通膨较低 自认店家涨幅 依考量到各行业所需 令针对七大类贷款族 政府也将全额补贴利息 但像是清安专案的民众 做忧心专案结束后 反作用力更强 TVBS新闻 李国正串柔 台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